大家好,我是小宁 今天来分享一个汉堡里用的牛肉饼的做法 鲜嫩多汁,超级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洋葱 将它改刀切成薄片,然后切碎 放到碗中 加入一小勺融化的黄油,搅拌均匀 然后将它放入微波炉中 加热两分钟的时间 这样可以去除洋葱的辛辣味,增加香味 肉饼松软好吃的第二个窍门 就是加入面包糠 先用牛奶浸泡一下 然后把它直接放到牛肉馅中 做牛肉饼一定要选择瘦的牛肉馅 再加入盐,黑胡椒粉,肉扣粉 以及之前放凉的洋葱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时候你会发现肉馅慢慢上劲 变成非常好操作,好塑形的粘稠的状态 再手心直接把它整理成汉堡饼的形状 放入铺了锡纸的烤盘中 中间的部分开一个凹味 这样烤出来以后汉堡饼就是平的了 烤鲜200度提前预热 预热好之后加热19-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配菜我选用的是芦笋 只需要放一点点油,煎一下就会非常好吃 去皮的胡萝卜焯一下水 焯熟去吐腥味 做好的肉饼可以直接吃 搭配上蔬菜,营养非常的全面 也可以直接加在汉堡里 淋上料汁就是美味的一餐 吃不了的肉饼可以直接放到冰箱冷冻保存 一次可以做很多,吃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做汉堡再也不要加炸鸡排了 试试这种肉饼的方法 口感呢会非常惊艳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年,感谢您的关注 每日分享家常食谱,明天见啦